3. 經濟一周,六好門的景微明摩通老貨後投降 2015年7月18日市場焦點P014大戶足跡劉靖遠上週中 港股市巨震,券商股為跌市重災區 雖然摩根大通於大跌前把握機會率先沽出券商股 並在的市中小駐路中國銀河06881 為券商股被陰點成為A股國家隊救市主力軍之一 後市或需承受較多不明朗因素 令大戶趁股價喘定年番股貨,摩通亦要投降 上週港股急劇調整,三日內增最多4月3000點 內地救市城後尾將券商股為跌市重災區 例如華泰政權HTSC,06886於上週三七月八日 增低見11.8元,三日內內計跌幅最多達46% 港股步跌前,春光鴨已經草然估貨 例如摩通於6月22日以每股平均價23.03元 估出多達5998萬股華泰,涉資13.8億元 持股比例由7.32%大降至3.42% 此外,摩通由於6月24日估出中信證券06030 以每股平均價29.519元估出331.75萬股 涉資約9793萬元,持股比例由10.24%降至緊5.44% 6月30日估達也以每股平均價27.6元 估出289.65萬股信證,涉資7994萬元,持股比例降至5.97% 上週二七日,估達再估信證879.85萬股 每股均價22.02元,持股比例降至4.84% 上週三順證增低價16.3元,較7月3日收市價26.9元 旅跌39.4% 不過,急跌之際,摩通亦於上週一六日, 趁機低級納中國銀河,以每股平均價7.933元,買入達861.43萬股 涉資6834萬元 A 股急錯,7月4日21家內地券商宣布聯手出資超過1200億元人民幣 絕資中國證券金融公司用於投資藍籌股交易所買賣基金 內地券商兼付救市責任,短期升賦未分,甚至有機會承受此投資損失 由於券商前景未明,故大會為穩陣計亦率先減持 其中,摩通趁上週四九日,大事略為反彈,大手估出信證與銀河 單日透現如6億元摩通於當日以每股均價21.035元沽出2221萬股信證 又以每股均價6.842元沽出約2040萬股銀河,共透現達6.07億元 不過,週五十七日,內地傳媒報導指,中正金獲得商業銀行售信規模約2萬億元人民幣 中正金資金規模在中央支持下迅速擴大,可說無底線支持股市穩定 A股信心有望恢復,勸商股股價有機會接近見底 溫股資深華泰證券2015年6月1日於香港上市,以招股價常限24.8元定價 位於6月17日積跌穿招股價,7月8日低見11.8元 為上市後新低,交招股價潛水達52.4% 根據Winch數據,2015年第一季,華泰證券超越中信證券 成為A股經紀業務市場佔率最高的券商,市佔率為8.3% 主要原因是其積極發展融資融券 兩融,即媽展及借貨沽空業務,為內地於6月開始整頓股市 叫停場內融資及去桿桿,加上A股見頂回落,華泰證不逢視 上市後股價表現弱勢,案件可進入資料庫,發掘更多溫股資深 據號